現在呢我們在梳花改的最後一段 那這一段呢也是梳花改全線 目前唯一可以有機車通行的路段跟隧道 那這一個隧道呢它是梳花改隧道群之中 目前唯一維持速限50公里的隧道 所以說現在呢我開著口拍的360 跟著前車用時速47公里的速度 在慢慢的爬行前進之中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點不合理的速限 因為工總他們說因為有車流混雜的問題呢 所以這邊維持50公里 但是現在只要是白排的125 100cc以上不用125 100cc以上我相信任何一款車 都可以輕鬆的達到60公里的這個速度 那這個速限維持在50公里呢 然後在之後可能放個曲線圖 然後這邊又一直固定桿 放了這麼多陷阱啊 或是放了這麼多側速等等的 車流速根本不可能快得起來 那今天一路來呢 在前面幾段沒有速限50的地方 他們速限70最低速限是50公里 很明顯的車流速度就順暢很多 那到了這一段呢它沒有最低的速限 然後只有最高速限50公里 那就變成像現在這樣子 這個隧道呢明明就是一個可以用60公里 或70公里速限順暢通行的地方 結果呢現在我們是用47 46公里在慢速的爬行 慢慢的爬出這個隧道 那我覺得呢整段蘇花改啊 什麼都好 路面品質空氣狀況什麼都好 唯一不好就是機車不能通行 證明就是一條很安全很不錯的道路 結果機車卻不能通行 對我們這種會騎車的人來講啊 這個路況啊騎機車完全是沒有問題的 之前在外面走舊路的時候 舊路路況這麼差 我們都是照樣在騎的 那這個新路路況好 然後空氣品質也OK 為什麼不給機車通行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很不合理的狀況 那等一下呢 我們出了隧道之後 很快的我們就會進到花蓮了 等下到花蓮之後 我們會先去吃個飯 接著再繼續往南 今天我們的目的地是在台東 現在目前前面有路況 前面有發生車禍了 是嗎 看起來應該是車禍 來大家有沒有看到消防隊的車 是什麼是機車 蘇花蓋全線啊跟雪水 他們全線如果遇到狀況的快速反應部隊的第一批次 都是騎機車的不是開車的 所以說之前工總說什麼 隧道會窒息啊 隧道騎機的危險啊 這些都是鬼扯 因為你們自己的第一批次反應部隊都是騎機車 那為什麼一般民眾騎機車會有危險 你們的消防人員或是警察人員 根本沒有受過什麼特別的呼吸訓練嗎 或是受過什麼特立獨行的訓練嗎 那對於我們這種一般的駕駛者而言呢 隧道的這種環境 根本就是一個假議題 這東西應該是要開放的 那我也期待之後蘇花蓋可以很順利的開放 下一次來希望我是騎車來的 好那我們現在就繼續前往花蓮吧